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 可能連毒眼貓自己都沒有想到 第四集播出之後 各地觀眾會因為這一段的演繹幾乎朝上天 已經看完這一集的你 會給五條屋這場反殺大戲打幾分呢 大家好 我是五個光 在想要玩正片之後 還是跟我一起來看看那些你沒發現的細節 另外 本世界視頻不涉及任何劇透 動畫檔也可以繼續放心使用 這集一開場 動畫組換上另一組鏡頭 再次給所有觀眾狠狠插了一刀 上一集還在說離子中槍效果沒有處理好的人 不知道這一次有沒有被刀子餵飽 接下來的打鬥更是看著大家直呼過癮 尤其是夏尤傑開機甲射爆聖兒 呃...真的...不是機甲嗎? 大家可能沒有發現的是 夏尤傑用來射爆聖兒的激光炮 是在第一集裡就出現過的物賊狀驟靈 紅龍被斬殺前的這一段戰鬥 幾乎全部來自動畫組原創 原作裡就只有這樣 然後再這樣而已 這一段超越原作的改編 也讓偏愛第二季的毒眼貓 在作者評論中直接實名點贊 並且提到自己只是給了風心弓的戰鬥 只要不走到樹的根部 就沒有問題這樣觸放的設定 製作人員真的很好地充實了這個場景 同時他還為自己前幾期作者評論中的偏心 向製作人員表達了歉意 因為我學習不夠充分的關係 一直把話題偏向演出和作畫 但動畫製作中還有攝影、美術、音響等很多職責 有很多人在為製作動畫而努力著 謝謝大家 下方的配圖也十分有趣 是顯示了一下AE後 一點艱難的毒眼貓 可以說非常真實的 動畫組在大量擴充細節的同時 也刪成了一點點原作的內容 在夏友傑來到聖兒身後 準備對他施展咒靈超速這裡 聖兒會對他說沒救了 是因為聖兒認為 他主動進入自己的攻擊範圍很愚蠢 動畫組則省略了這一小段內心戲 之後夏友傑嘗試吸收聖兒的咒靈 卻被直接彈開這一幕 動畫黨小夥伴可能會有些疑惑 漫畫則是在插頁裡補充了相關的設定 夏友傑吸收咒靈失敗 是因為武器庫咒靈和聖兒有祖從關係 這裡後半段提到的 夏友如何處理這份情報 指的就是零卷中 夏友傑在發動百鬼夜行之前提到 只要能夠殺掉咒靈的主人 並且取代他 就可以無視祖從關係的限制 將咒靈直接吸收 在聖兒解決夏友傑之後 就來到了整個雙一篇最高潮的部分 動畫組給這一段加的刺目陽光 和聖兒事件變焦帶出五條路的處理 真的堪稱一絕 打戲的部分更是不用多說 畢竟這一集的分鏡演出 可是有著長鏡頭之王稱號的老將 金錦有聞 看過近機的巨人第三季的小夥伴 一定對這一段 冰獎和肯尼阿克曼的追逐戲印象非常深刻 也是在那之後 金錦開始被很多觀眾視為 巨人動作戲的作畫權威 雖然打戲沒有什麼槽點 但這一集對於天上天下 唯果獨尊這個名場面的處理 還是引發了很多討論 有很多原作黨覺得 唉唷 怎麼這麼平靜啊 這裡應該還要再瘋一點吧 我整體看完 倒是覺得這個處理沒有什麼問題 單獨把這一幕拎出來看 確實少了一點癲狂的味道 但是和前面幾幕銜接的話 就沒有什麼違和感 包括原作的前幾個分鏡 五條路的眼神也都沒有那麼瘋狂 更多展現出一種淡然 和他剛剛遇到聖兒時的亢奮 有明顯的差別 所以動畫組做出這樣的選擇 也不算什麼失誤 總體觀感還是挺好的 和下游節那一戰一樣 這裡同樣有些動畫組沒有展示的內容 比如聖兒綁在天逆矛上的這根鎖鏈 大家有沒有發現 他非常的聽話 想長就長 想短就短 因為這條鎖鏈同樣也是一個咒劇 名叫萬理鎖 特性是 只要周靈肚子裡那一頭沒有被觀察到的話 鎖鏈就可以無限生長 所以聖兒才能無視距離 攻擊到身在高空的五條路 在聖兒甩動鎖鏈之前 有一段盤點五條路能力的內心戲 動畫組省略了他在盤點之後 思考三種能力分別如何應對的過程 如果保留這一段的話 會讓整體劇情多出一種 聖兒做了完全準備 結果五條路拿出情報之外的能力 以及必命的效果 在這一戰結束之後 聖兒的武器庫咒靈 對著下游節喊媽媽抱我的這一幕 也讓有些小夥伴開始好奇 這個咒靈 會不會也喊聖兒媽媽呢 公式書裡 針對武器庫咒靈 有這樣一段說明 聖兒雖然和他建立了主同關係 但他們之間 並沒有像寵物一樣的信賴關係 所以上面那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順便提一下 這隻咒靈後來真的被下游節吸收了 在領卷裡 下游節還從他嘴裡掏出了特級咒劇 猶雲 接下來麻煩大家忍一忍 因為我要開始無腦吹了 五條路和下游節在盤星教據點的這段劇情 真的處理得太好了 下游節推開門後見到的光明 和教徒們掌聲的反差 直擊人心 就連已經看過很多變漫畫的我 在這裡也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當五條路詢問 要不要把教徒都殺了時 下游節眼神裡代表內心搖擺的顫動 和之後異味深長的風格 堪稱神來之比 尤其是下游節這裡看似選擇了光明 即使內心早已被拉入深淵 配合上斷斷續續的掌聲 效果直接拉滿 還是那四個字直擊人心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這裡 如果你想提前了解後續劇情 可以進入我的主頁 查看漫畫的完整解說視頻 另外別忘了關注訂閱我 感謝你的觀看 我是五個光 我們下期再見